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代播影片有很多 能否凭借这些影片实现易烊千玺式转型 王一博还有很多电影要播 相信他也能够凭借这些影片实现和易烊千玺一样的转型 王一博还没有播出的影片有 冰与火,维和防暴部队 这两部影片都是比较正能量的 而且也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他曾经也是流量歌手 凭借一部网剧而爆火 之后他不仅也是一名演员 同时也是一名歌手和舞者 首先,能够凭借这些影片实现和易烊千玺一样的转型娱乐圈有很多流量明星 但是和实力派演员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流量明星是靠颜值被观众喜欢的 而实力派演员是靠演技和自身能力打动观众的 相比之下,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自己的玩法 王一博就是其中之一 他曾经主演的几部影视剧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但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却很少 更别说在央视频道播出了 所以他摆脱不了流量标签 但他没有放弃 也出演了几部比较正能量的电影 我相信他会通过自己的力量逐渐走出圈子 第二,王一博还需要继续努力 王一博有很多标签 他曾经是主持人 赛车手 舞台上耀眼的舞者 他还出版了几本单曲 作为一个全能型艺人 确实在网络上有很高的关注度 也有大量的粉丝 每个人都被这个年轻的男孩吸引住了 但是想要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演员 还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王一博是娱乐圈当中的正能量选手 他对粉丝的影响确实相当广泛 但是受欢迎的人不多 他爆发后也脏受了一些人的恶评 但我希望他能不忘初衷 做他所做的 爱他所做的 试图 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